如果说迪波拉设立了世事的典范 那么参孙就是最大胆而肆无忌惮的世事 参孙的出生记载在十三章 应当是一个浓酒淡酒都不喝的那些人 是要洁身自好来服侍上帝的人 但是参孙的一生却不是如此 从记载的风格来说 我们会隐约发现关于迪波拉的记载 似乎没有关于太多个人的层面 除了简单一笔记载他已婚 有丈夫名叫拉比多并无其他 参孙的记载则非常的不同 参孙的记载除了他超乎常人的力量 以及他几次与菲利士人的对战以外 就是他与各式女人的纠葛 并且常常是非常不适当的男女关系 参孙在男女关系上非常的任性妄为 也不肯听从父母家人的规券 他喜欢过的女人包括敌对的菲利士人 包括妓女 甚至包括敌方用来引诱他的奸细 关于参孙与上帝的关系也很特别 参孙和其他世事不同 他很少因为民族的公共事物求告上帝 除了最后的生死一战 他可以为了口渴向上帝呼求 却甚少看见他因为以色列人的未来求告上帝 反而上帝很另类的使用参孙的冲动与大力 打了几次漂亮的胜仗 作为一位适师就是族群的领袖 参孙是非常没有公身份的概念 作为一个拿系尔人 他除了不剪头发 也很难说他持守了哪一条的戒律 虽然上帝仍然可以使用这样一个难以掌控的适师 但是参孙却因为自己的任性与自大 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圣经的世事年代与春秋战国相差仿佛 诸邦分立 人雄崛起 在王权尚未高涨的年代 在小规模战争此起彼落的时刻 我们看见各式各样的人 如何面对挑战并主张自己的相信 世事记说那时没有王 人们各行其事 也就是说人们各按其信仰良知与性格行事 所以我们在其中看见最真实而赤裸的人性 也看见在纷乱的年代中 上帝如何做功 阿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